好不止台湾冷嗖嗖还要等你来看到 大陆也是有很多天气的状况了 大陆北方八省已经连续四个半月 完全没有有效的降水 联合国的农粮组织就罕见的发出了这个警告 担心汉勤可能对六月份的冬小麦的收成 造成严重影响 终于下雪了 大陆山东北京等北方八省四个半月 没下一滴雨的状况 稍稍获得环节 随着一发把握冷气团来袭 水气冲突时刻 河南也发射增里弹提高降雪量 但是盼了好久的雪 显然只是杯水车薪 这个雪的厚度大概三公分左右 三公分左右 这合成降雨量就是两毫米左右 所以你看那个土层 我们还是比较干的 那如果能环境汗清的话 这个雪要多厚才行 15公分以上 现在大陆冬小麦的受害面积 已经达到了42.4% 联合国粮农组织 已经罕见的对大陆发出特别警报 担心干旱会影响6月的收成 特别是最近这一个月 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刻 没有足够灌溉 产量将大打之后 北方八省区所出现的汗情 可能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产生一定程度的威胁 小麦欠收几乎成定局 大陆官方将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 又是农民种到 以弥补小麦减产的不足 而国际监测担心 一旦这个世界最大的小麦生产国 被迫从国外进口粮食 可能推升粮价 对世界市场产生冲击 昨天新闻李静综合报道